反正也是一死 杀得过就杀 杀不过就是一死 有什么 他的妻子被人挡街舞 他的母亲被人打断双腿 男人在得知情况后来到图人家中 杀了他们一家八口人 还包括正在强保中的婴儿 在邓永军被抓到的时候 很多网友和邻居都替他求情 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要判他死刑 连婴儿都不放过的人 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替他求情 在郑永军被审问的时候 他没有一丝害怕 甚至还嚣张地表示 我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就算全死光了又怎样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大不了我给他们陪葬 郑永军住在浙江里水的一个贫困村 他一家子人是早年希望逃到这里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郑永军结婚之后就一直在外地服务 以免已就回家个一两次 村里大多都是姓曹的人家 郑姓的人家仅郑永军一家 郑永军的家人平日里为人和善 不喜欢有事生非 在村里生活这么久 也没得罪过谁 可村中有一户曹家人却异常霸道 他们仗着自己和村美贵子关系 总是在村子里面欺乱怕云 大多数村民都比较有点利益 看到这户曹家人都会绕道而定 郑永军也经常劝自己的家人忍呆一点 不要和那户曹家人计较 直到这户曹家人修建新房的时候 郑家彻底坐不住 曹家人直接把房子建在了郑家的宅机地上 导致郑家的窗户直接被堵住 家里本来采光很好 可现在即使是大白天屋里还是一片漆黑 郑永军在得知情况后 立马买了回家的车票 准备上门和曹家人理论 当郑永军来到曹家准备心平气和的商量时 曹家人却近视赞赞地说道 你们家的宅机地我们看上了 我们看上的东西早晚都要姓曹 所以我们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郑永军无奈只能向军委会所帮助 可来到军委会的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家的宅机地已经被曹家强行收购了 之后的日子里 曹家做得更加过分 他们经常把垃圾从楼上倒下来 而下面正好是郑家厨房的窗户 郑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和客厅一体 每次他们在客厅吃饭开创的时候 都会闻到一股恶蠢 久而久之 郑妈妈再也无法忍受 她直接来到曹家和他们一顿 要求他们不要再乱扔垃圾 可曹家一点也不给老太太面子 说了一些侮辱人的话语 把老太太赶了出去 老太太不想再这样的人气吐声 她给自己嫁出去的女儿打电话 还拉上了自己的儿媳妇 一起上门想要个说话 可曹家依旧目睹 当场就和郑家老母对骂了起来 虽然郑永君在走之前千叮零万种 不要和曹家发生出错 可现如今的曹家太欺负人了 郑妈妈也是被逼无奈才做出这般举动 曹家此时感觉自己是没理的那一方 有点骂不过郑妈妈 他们开始对郑妈妈三人大打出手 母亲的双腿被抖断 妻子贝贝当街羞辱 任谁也不能受得了这一口气 曹家人眼看自己骂不过郑妈妈 他们仗着人多 当场对郑妈妈三人进行了殴打 一个老人和两个女子 根本不是这些村中恶霸的对手 郑妈妈三个人被打得非常狼狈 随后儿媳妇立马给出门打工的郑永君打电话 他知道凭他们几个根本斗不过曹家 他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早点回家 可是又不想让丈夫知道家中不堪的情况 害怕丈夫知道后受到打击 可在经历过一件事之后 他彻底想明白 这伙曹家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无赖 当天他上街点菜 无料在路上碰到了曹家的人 顶头的人正是曹家的大儿子 大儿子看郑家媳妇一个人出来 他顿时就起了胆怨 曹家大儿子命令所有人围住了郑家媳妇 就在郑家媳妇以为这是在大街上 他们不敢拿自己怎么样的时候 谁知道曹家大儿子直接贴上了自己 随后开始用爪子在郑家媳妇身上游倒 虽然他一直在不停地争争 可一个弱女子根本没办法逃脱几个壮汉的围堵 就这样郑家媳妇被当街羞辱了一番 郑妈妈得知后再次来到郑家 可这一次他仍然敌不过曹家人 当场被打进了医院 幸好医生及时抢救 不然郑妈妈很可能就性命不保 可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郑妈妈下半生只能再得一场 此时郑勇军已经接到了媳妇的电话 得知一切情况的他立马砍回家中 他看到一家人的惨状 忍无可忍的他拿着一把菜刀 就冲进了村大的家里 郑勇军像发了风一样 见人就砍 很快曹家几口人就全部躺在了地上 随后郑勇军走向了正在婴儿城中 哭闹的曹家婴儿 他抬手就是一刀 婴儿也命伤当场 村民们在得知曹家人的遭遇后 他们不仅没有替同性曹的那家人说话 反而说他们是活该 原来这伙曹家人不仅欺负郑家人 就连同村其他姓曹的村民 也受过他们的气 郑勇军在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亲自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方在来到现场后 直接傻眼了 他们从没见过如此残忍的案发现场 只见七巨虫年尸体上全是刀痕 从他们身上流了一地的血 控制着整个房屋 床上的婴儿也担逃一帖 惨死家人 可郑勇军却没有跑 他不仅拨通了报警电话 还静静地在现场 等待着佩戴银首帚 反正就是一死 杀得过就杀 杀不过就是一死 有什么 老母亲被村霸打断双腿 妻子被村霸大儿子当劫侵犯 回到家里的郑勇军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以及脸上和身上 有多处淤青的妻子 郑勇军再也忍不了了 他拿着菜刀 趁着夜色潜入了曹家 此时曹家人正在聚餐 他们在庆祝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听到屋子里传来的欢声笑语 再想想躺在病床上 下肢瘫痪的老母亲 郑勇军大喊一声冲了进去 正在吃饭的曹家人 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傻了 直到郑勇军跑到了客厅 他们才反应过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 曹家老大当准备跑 郑勇军直接一刀 劈在了他的胸口 这个羞辱郑勇军妻子的人 郑勇军一刀 便把他砍得不知死活 曹家的两个女儿 也直接吓傻了 他们连滚带爬想跑走 郑勇军直接一刀 砍在他们的后背上 此时郑勇军像一个 杀红眼的恶魔 又像一个长时间 家义然后解脱的浪人 他举着血淋漓的刀 在曹家小院子里 杀光了所有的曹家人 有的曹家人在逃跑时 拿起身边的椅子 想反抗郑勁军 可几分钟之后 他们都一一倒在了血泊之中 没了动静 只有曹家十九岁的孙子 钻狗都跑了出去 可没等他跑多远 就被郑勇军追了上去 他把菜刀蒸飞了过去 直接砸到了曹家孙子的头上 干完这一切之后 郑勇军没选择跑走 还留在原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静静地等着警察的调查 郑勇军如实交代了 自己杀人的动机和过程 他表示自己没有后悔 大不了一死 也要让曹家人扶持代价 在郑勇军说明 自己老母亲和妻子的情况后 很多人都替他的遭遇 感到愤怒 可灭人满门 这种恶劣性质的案件 不是说事出有因 或者有人求情 法律就能往他一面 最终郑勇军被判了死怀 当记者问郑勇军是否后悔的时候 他直言表示不后悔 如果再给他一个机会 他还是会去杀掉曹家一家人 2012年3月14日 一颗花生米结束了他的生命 不管是什么原因 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都是不可停的 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 只会让郑家的母亲和妻子 更加难过 希望大家一定要让自己 变得强大起来 只有自身的强大 才能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无数伤害